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把它的各个阶段 各个掌权者还有代表的阶级主要的措施 要把它做一个小的表格弄清楚 有的时候会考的系的时候 他会可以问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时间段 他可能会考到你的一些某个派别的具体措施 也可能考到比如说像1792年年底的时候 法国的政体是什么 这样就稍微难一点 但是需要你在脑子里过一个弯 然后能够把这个题目准确的作答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判断 比如1792年的9月份 法国确立的是共和国对吧 把这个弄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人权宣言和91年宪法 人权宣言呢 它是一个宣言本身并不是法律 但是在1791年宪法和以后的几部法国宪法当中呢 人权宣言都是作为前沿部分 被列在宪法里面成为一部分的 所以称它为一个法律也未尝不可 一般来讲权力法案 英国的权力法案是法律 对吧 美国的1787年宪法是法律 但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不作为法律出现的 有的时候讲美国的时候 我们还可能会比较 独立宣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理想 而宪法更多的是一种可操作的 这样的一些原则的体现 所以把它也要弄清楚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雅各宾派的这种恐怖统治 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他自己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的这种统治基础 最终被热越党人推翻 热越政变发生在1794年的7月27号 大家把热越党人也可以列在大革命里面 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派别 它主要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换言之大资产阶级去而复返 这跟法国革命的进程也有关系 当法国革命不断的 在内忧外患的这种逼迫之下 不断的走向一个又一个高潮的时候 法国革命的这种主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旨 是曾经有过一点动摇的 这种动摇表现在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派别 要向人民做出相应的让步 比如说限价法令 限价法令很明显是干涉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但是问题在于国内的这种叛乱 物价飞涨和国外的这种反法同盟的干涉 使得法国人必须在特殊时刻采取特殊的措施 当然对罗伯斯威尔的批评就在于 在特殊的时刻或者最危机的时刻度过之后 他没有把这个特殊的措施给事实的终止 这是他的一个失误 也是法国革命总体上被人 被现代人所批评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死人太多了 热越党人的这个政变在我上学的时候 是被当作一个反革命政变来讲的 而现在我们的历史书基本上已经修订 已经接受他是一个资产阶级 想要恢复正常统治秩序的一次政变 因此对他的这种批判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相反我们接受热越党人也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能把这个理解吧 但日后党人有他的问题 第一 虽然反法同盟暂时被打败 但是他并没有消散 反法同盟里的国家仍然虎视眈眈眈 垂涎三尺 对法国应该说还有很大的这种外患 而内忧呢 国内的这些问题并不能够随着罗伯斯比尔的死亡 随着这个雅各宾派的下台就得到彻底的解决 有的时候政治上容易出现这种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的这种状态 但是老百姓实际上所接受的 所喜欢接受的并不是这种极端的状态 我们看到的这个热越党人建立的这个都政府执政府 异常的腐败 法国也有腐败的传统 那么在这个专制的波唐王朝的时候 腐败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在这些掌握了相应权力的资产阶级 建立起自己政权以后 如果我们看不到相应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律 在一片乱世情况下 腐败是很容易产生的 这个在中国在外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不是说外国人就比咱们人种高 比咱们文明程度高 没有 他们一样该腐败的地方很多 热越党人是一个非常腐败的这么一群人 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 外有外患 同样还有内部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 那么把它再推翻再取代 这就是一个别人 而在法国总体上来讲 这个革命的发展 一直有一个跟英国不一样的地方 英国始终没有受到外来干涉 而法国始终受到外来干涉 所以对外成为一个很主要的革命话题 法国革命充满了对外争取民族 它不能叫民族独立 因为它原来不是殖民地 但是要发挥民族主义 要保障 以保护法国国家存在的方式 来保障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也就是说对外的抗争成为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一部分 面对欧洲的强敌 还包括英国这样的世界级的国家 法国人自然而然的就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帅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拿破仑这个人 他是应运而生的 他的时代的到来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甚至我们可能发现 拿破仑这个人是极度专制的一个 一军事狂人军事奇才 但是他在法国所受到的欢呼和景仰 那你可能感觉那程度不雅于在某些伟大的东方国家 直到现在可能有人还想起拿破仑就激动呢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常有的意思叫大国沙文主义 对不对 这沙文主义这词哪来的 就是从法国来的 有一个卫兵 就是拿破仑的卫兵叫沙文 他对拿破仑无限的忠诚 那种不加理性判断 无限禁于衷 是一种狂恶的感觉 这叫做沙文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是对大国地位霸权的这种无条件的追求 所以这种东西可能跟拿破仑 他的个人魅力跟他所处的时代都相关 说到拿破仑这人除了个矮一点之外 其他病人都还过得去 其实个矮也不是个缺陷是吧 能说的都是精华嘛 长成我这样的没比较浪费 拿破仑据说身高1米6左右 也有人说突破1米6 但是你反正高不到哪去 但是他在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当中 所建立的这种军事功勋 军事的这种体现的军事奇才 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就我看到的资料显示 他大约是被公认的世界三大名将之一 你不管怎么凭世界排名前几位的民将 民帅他准能占一席之力 你比如像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 那可能算是一个军事狂人是吧 像凯撒 二人就像拿破仑 然后中国谁能跟他相提并论呢 反正不多 像这种级别的世界级的民将 他绝对在前几名里头 他出生是一个贵族 生在科西加岛 那么他的家族呢 早年没落 但是他因为贵族身份 还是能够受到相对比较好的教育 欧洲的贵族啊 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军校当军官 你比如像清姐 清姐他们家没有没落 但他从小也是去军校的 他在哈龙公学毕业 这是最好的中学 但是将后来上的是萨克斯特那个军校 他没有去读大学 那我们也一样 他们这些欧洲的贵族 有相当一批的这种 就家里男孩子是要去读军校的 他在军校里面读的是炮兵科 而炮兵在当时是非常有地位的 据说这个人不苟言笑 据说这个人生性孤单 但是呢学习很刻苦 把自己这个炮兵的技术练得非常好 在中校毕业以后 以一个炮兵中尉的身份来参加了法军 那么当时正是大革命的时期 在大革命时期 当时不是讲究到处都有亡党叛乱吗 让拿破仑赶上一回 他在一次偶然的路过法国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叫土伦的时候赶上一次 亡党的军队和这个革命派的这个军队在进行斗争 当时巧就巧在亡党叛乱以后 为了拿下土伦这个城市 当时的就贵和国的这个革命派的这个军队 在狂公的时候 他的总司令负伤了 这个伤到恰到好处的地步 我的历史有时候发展得很诡异 恰到好处就是没有丧失知觉 但不能指挥战斗 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了 但是他还知道 还很清醒 那么这个时候 拿破仑是因为路过这个地方 去看他一个同学 就到了军队里边来了 被人保健 说这些人好像学炮兵学的不错 拿破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把所有大炮聚集起来 凭着在城市的胡同里边 巷战中使用大炮 全世界没有人用过 你知道法国那种 就欧洲那种小的那种街呀 喜欢在北京小胡同似的 一般堆上点街垒 堆上点桌子一椅子 就能当街垒 就能打仗 就能把这条胡同给阻断了 但双方都是拿枪打的 没有拿炮打的 拿破仑把炮掉过去以后 对方感觉很诧异 也觉得很不人道 哪有拿这玩意顺着胡同往里打的 你在胡同里放药里咬几时 那都个粉的 很好拿大炮 结果土人就光复了 他挤炮就把人护去去了 而这一战之后 拿破仑声明确起 是罗伯斯比尔亲自下令 给他提拔他的军衔 从当时就上位军衔 直接提升为准将 拿破仑 是欧洲历史上年纪最轻的将军 好像当时是29岁 那么这个人物对于整个的欧洲军事史 甚至世界军事史来讲 都是一个奇迹 当了将军 他就拥有更大的军事指挥权了 他一度曾经带着法军去征服埃及 你们要看埃及的图片 比较著名的历史文物 一个是金字塔 一个叫尸身人面像 对吧 尸身人面像 没鼻子是不是 你有印象吗 尸身人面像没鼻子的 那是拿破仑 那是拿大炮给轰下来的 他走到那发现 你干嘛看着我 你瞄准给我开一炮 走后就把那文物给毁成大德 拿破仑给人打仗很有意思 他特别强调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他特别重视资重部队 要得到军队的保护 要走在军队的中间 他甚至还下过一道命令 说学者和驢子要受到特别保护 要把学者跟驢子搁在一块 这到底是骂学者呢 还是骂驢子呢 我一开始不明白 我问为什么拿破仑打仗 带那么些学者干嘛去 你琢磨呢 比如他打意大利 他把意大利征服了以后 他带那些学者 能到意大利干点什么 这边是统治的问题 第一步 先把意大利唯一复兴的作品搬一些 回法国是吧 那么些东西呢 那搬哪个不搬哪个 就带着学者是干这个用的 你现在有很多意大利的好东西 你要想看 要去卢浮公看 不包括那个蒙大利沙 那是达夫基自个儿带过去的 你要把这些东西想清楚 拿破仑这个人在战争当中 适时的出现在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场合 但是有一句老话叫 机会只给予那些准备好的人 如果他自己的军事才华没有准备好 没有磨炼好的话 机会来了也不会敲你的门的 这样一个在战场上百战百胜事的英雄人物 正是法国在内因外患时所最需要的 他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人 所以他实际上跟法国内部的这些资产阶级 有底下的这个勾结 在1799年 他离开在埃及的部队回到法国 顺利发动了物约政变 并最终成为新建立的执政府的第一执政官 他是第一执政官 还有俩其他执政官 那俩都是他的部下 实际上他就成为唯一的执政官 在此后就当了终身执政官 1804年干着不过瘾 让法国人民授予他皇帝的职位 他自己成了帝了 你把这个要想清理 你就发现 拿破琳最终是把法国带向了帝制 对吧 这有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法国的波旁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吧 法国大革命是不是要否定君主专制 在否定君主专制的过程当中 法国人探索出了君主立宪制 对吧 又探索出了共和制 对不对 不管用什么制度把君主专制是给埋葬掉了 但是到拿破仑他最终又重新回到君主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既是皇帝又是专制 跟克罗威尔还不一样 克罗威尔建立了一条护国主的政体 实际上他是一个无免之王 而拿破仑是有免之王 那你说这个君主专制 拿破仑这个君主专制 跟路易十六路易十五十四 那个君主专制是一块钱吗 不是 区别在哪 他是基产阶级的君主专制 那个叫封建君主专制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基产阶级 我们承认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国家有君主制 对吧 但他居然还有君主专制吗 有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 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建成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这些国家都会走向民主 民主是一个总的趋势 是一个大的方向 但是在特别的时期 是可能出现某些例外的 我们看到大国里边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比较重要的两个例外 一个是克伦威尔 一个是拿破仑 这是君主专制 或者至少叫专制政体 拿破仑这辈子打了多少仗 这玩意不太好说了 最重要的几个吧 你就看他打着一些对手 比如说他曾经把普鲁士人打得惨败 取得过18天攻克柏林的战绩 18天攻克柏林 你要知道普鲁士是欧洲大陆 第一军事强国 从封建时代开始 他的陆军就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这个世界第一一直维持到纳粹德国时期 第三帝国的陆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可是呢 在拿破仑的军队打击下 普鲁士经常处于那种仓皇逃窜的境地 奥地利就甭提了 奥地利向来是一怂国 虽然个儿挺大 地位很高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吧 但奥地利向来在战争当中 他占的优势不是太大 英国也经常惨败 在这个拿破仑面前经常惨败 但是拿破仑有几个小问题 第一 在一系列的战胜之后 他的疆域得到扩大 对不对 他把法国的疆域扩展到整个西欧 加上中欧 甚至西南欧都有 西南欧包括他的附属国 像意大利 西班牙全部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附属国 在1810年前后 法兰西第一帝国达到其极胜 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导致了新的问题出现 比如拿破仑自己兼任意大利的国王 后来又册封自己的儿子做意大利的国王 而西班牙的国王是拿破仑的兄弟 他有的时候还派自己的大将 自己的大臣们去当某个小地方的这种大公 这些继承他们的这个君主的位子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拿破仑崛起是因为法国受到外来的军事威胁 对吧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军事威胁 他反抗这种军事威胁 这是反侵略对不对 反侵略是有正义性的 但他一旦反侵略成功 他反过去就去侵略别人的话 这个侵略又是非正义的吧 我们知道在外来的势力干涉法国革命的时候 法兰西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这种高涨实际上是一个对法国是有利的事情 那么随着拿破仑军队的铁蹄踏遍了整个西欧 法国革命的火种也被传到了西欧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这个火种里面就包括有一粒火种叫民族主义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我用革命的方式来唤醒欧洲的君主国的民众 把你们唤醒了 你们是在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 你们应该跟我一起来革命 同时我又告诉你们 我们是法兰西人 你们是意大利人 他们是西班牙人 你们是英基利人 还有一些是德意志人等等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起来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 那比如说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在看到拿破仑的军队 把自己的封建统治者扫荡了以后 他们会感到一种革命的解放的味道 但是呢 解放的代价就是 拿破仑或者他的儿子成为意大利国王 这又成为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 有的题目里边这样出 比如引一个意大利青年人的话 是我们知道 法兰西为了意大利的这种解放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还要是付出多少多少鲜血 但是没有人比我 比我看到他们离开而感到更为高兴的事情 你要看到这些材料 你要知道 拿破仑的战争同时具有传播革命的这种正义性 和民族侵略的那种非正义性 这事你是分不开的 原来有人说 那咱们这么分 他只要军队在法国国内跟外国打 他就是正义的反侵略 只要踏出国门去 那就是非正义的侵略 没那么简单 请你一定记住 没有那么简单 拿破仑还有一些战场上的失误 比如说在海战当中 当时法国 因为他已经把西班牙给拿下了 对法国跟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一起对付英国舰队 我们知道英国在 这个时候已经十九世纪出了吧 他已经基本确立了海上霸权 而这个海上霸权最后还需要打败一个强国 就是法国 对英国人玩了命似的 跟法国打了一场特拉法尔加海角大战 在这个特拉法尔加海角大战当中 英国最终打败了法国 法西联军崩溃 英国以损失一艘战舰的这种代价 击臣击伤法军西班牙军队的这个军舰 就连俘虏 就毕伤福 加在一块四十多数 英国大获全胜了 那么这个事情使得英法之间海上霸权的争夺 基本告一段落 英国最终奠定了海上霸主地位 当时英国所付出的最大代价 就是这场海战的最高统帅 纳尔逊将军 在战场上训国了 所以当时有人说 传令兵把这个消息传回伦敦的时候 他就提出我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坏消息是我们损失了纳尔逊将军 我这回到英国去 就在那个纳尔逊广场啊 有一个就是专门纪念 他的这个海战的一个广场 有一根高耸入云的一颗柱子 上面有一座纳尔逊将军的雕像 那个地方将来你们如果有机会 应该去看一看 那感觉非常好的 海战没有能够颠覆英国的这个地位 拿普林倒也不太在乎 因为他本身是炮兵出身 他更重视的是陆军 而法国的最高的追求 不是在海外争霸 而是首先要巩固欧陆的安全 所以英国暂时无力全面进攻法国 也就罢了 法国还借着这个陆上战争的余威 开始四处扩张 拿普林的命运转折点在1812年 1812年他率领60万大军进攻沙皇俄国 这是真正得到惨败了 沙俄当时跟拿普林作战的基本方针 很像井冈山 是兼必轻野似的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当时俄国军队的统帅库特佐夫 实际上就是没把这16字写出来 要不然他就成游击战的祖宗了 可能比咱没大理想忙是要早啊 但是呢 他用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因为从正面作战来讲 俄国军队跟法国军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最后他们甚至以牺牲莫斯科作为代价 把莫斯科都给了 拿破仑了 拿破仑拿到的是一个空城 战争的结果是提前到来的严寒 迫使拿破仑往后退 他回来到法国以后一点人 去的时候是60万 回的是两万 回的是两万 基本就等于全军覆没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比如过一条冰河的时候 因为霍德索夫下令把那桥给破坏了 这个河水里面已经结冰了 已经开始飘着那个伏冰了 但是又没有桥 河水还没有全冻 怎么能让皇帝过去呢 拿破仑的贴身卫队 队长下令 所有的这卫兵跳进河里面 用双臂搭成一条仁慈桥 让皇帝骑马过去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拿这就面对面站着 拿这胳膊搭成一条仁慈桥的话 上面有一个人骑马过 就算他一米六 那踩过去你也下不一米六了 你水下了就 基本上这些人就全部冻死在河里边 你像俄国那个天气 那不是玩的呀 不是正常人类所可以引收的地方 而据去向史专家来考证 俄国历史上最冷的两个冬天 一个是1812年 一个是1941年 1812年拿破仑来了 1941年希特勒来了 由此可见 上帝还是很看护俄罗斯民族的 俄国人打不过 我动服你 希特勒那时候动的也要死要活的 那玩谁烧的来 这一仗伤了元气了 你需要知道 法国的全国人口是2400万 按男女比例各一半来说 男人只有1200万 1200万人当中除去老弱病残 真正能动用的打仗的兵力 也不过就是一两百万 这一趟出去就损失了60万 他混不下去了 元气大伤 这使得1813年的莱比奇会战 拿破仑再次战败 这次战败导致他被迫宣布下台 而被流放到地中海里的一个小岛 叫鄂尔巴岛 后来有一个英国人 这是一个传记作家 一个英国人 用英语写了一部拿破仑传 其中描述拿破仑被流放到鄂尔巴岛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句子 这句子非常有意思 他写到 Able was I Ary I saw Alba 你可以甚至翻译这句话 Ary的意思 跟一个古英语 是before的意思 相当于before 我看到鄂尔巴岛之前 关键的Able was I 怎么翻 这是什么句子也够 道庄 英语的道 道庄比较强调 道庄哪个词 强调的就是哪个词 Able是什么 I'm able to do something Able是能 道庄这个能字 用中文怎么翻最好 怎么能表示强烈 表示我能 语法中讲 双重否定 等于肯定吧 这句话的最好的翻译是什么 但我看到鄂尔巴岛之前 我无所不能 三番是不是合适 在我看到鄂尔巴岛之前 我无所不能 然后你再看一道数学题 你这个R为轴 这是一个轴定称图形 Able was I Ary I saw Alba 看到吗 你可以把它叠过来 叠过来能全扣上 这句子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时候英语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Able was I Ary I saw Alba 这句话写错了 他就算到了鄂尔巴岛 他还是无所不能的 因为他回来了 他带了点人 就永永永回来了 一回来 正逼一壶 又是百万人 银梁银从 波华王朝 伏必失败 他回到巴黎 再度成为法兰西的君主 这会儿 正开维也拿会议的 那帮反法同胖的老哥们 一看 感情 气还没散的是吧 还差一目没眼的 集中兵力 再次跟他决战 这个决战就是著名的 滑铁炉之战 滑铁炉这个地方 在英语中叫Waterloo 也就这几年 英法海底隧道 才把那口开到别墅去 原来英法海底隧道 那个口 在英国这边 就从地底一上来 那一站叫Waterloo 所有法国人 从法国那边开车过来 一开头 第一个看见的英国单词 就是Waterloo 多堵心啊 滑铁炉之战 这一战 拿破仑其实并没有败 拿破仑 这个是惨败啊 但不是他的问题 他败的原因是 他手里有一个 一个元帅 太听他的话了 就太崇拜他 把皇帝的命令当作 必须一丝不差的 去执行的这么一个言令 就缺乏一个主帅 在战场上的那种 灵活激动的这种氛围 他当时跟英国人对垒 拿破仑亲自率兵 在滑铁炉这儿 对方是英国的惠灵顿公爵 惠灵顿公爵 双方都打到筋疲力尽 就等谁的援军先到 谁就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拿破仑有一支部队就在附近 但是那个元帅 得到皇帝的命令是 去找普鲁士人并击退他们 然后赶过来跟我会合 这哥们一看 那这边正打着呢 可皇帝给我的命令是什么 去找普鲁士人 我还没有找到 天降大雾 他们跟普鲁士人擦肩而过 普鲁士人登这儿来了 他们别出去了 历史的玩笑啊 要说开得很苦涩 拿破仑战败 这次战败 反法同盟把他直接临放到 大西洋中间的圣赫勒纳岛 这回再也游不回来了 这回是再也游不回来了 明天是 阿波沃斯艾 阿波沃斯艾 说圣赫勒纳 那次我不会拼 但是在那儿待了几年之后 病死 所谓病死 其实是被毒死的 拿破仑是慢性的食物中毒 也就是身中毒 跟光绪的死法是一样的 慢慢就他饮食当中 有大量的那种皮霜啊 就是加了皮霜啊 所以慢慢就积攒下来 这个毒性特别大 对于拿破仑这个人啊 历史上争议很大 一方面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讲 几乎无人能出其用 他一生打仗 大小战役 就比较成名的战役 有五六十次之多 可是他本人对他的战役 战争的功勋啊 军功并不是很在意 他自己亲口说过 他说 我的所有的这个胜利啊 所以四十四或者五十四 这种辉煌的胜利 都随着滑铁路一战的失败 而烟消云散了 他自己说 能够让我民垂千古 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叫拿破仑法典 是吧 大家需要注意 拿破仑法典 如果拿出来做侠义来讲 他专指法国民法典 但是拿破仑法典的广义 是一系列法典 包括民法典 刑法典 商法典等很多 但其中的核心部分是 法国民法典 这部法典 请大家在这做一个标注 它实际上是 西方近代立法的规范 实际上是西方近代立法的规范 你在这写民法典可以 写拿破仑法典也行 西方近代的立法规范 大家还记得在古代法律传统上 什么法律曾经为后世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般人说的罗马法就行 是吧 民法大全是罗马法当中的一个极大成者 对吧 一般来讲 罗马法为后世的西方法治传统奠定的基础 而这一步 拿破仑的民法典实际上是西方各国未来的立法规范 那你会发现 罗马法中的核心法律是什么法 是民法还是刑法 是民法 拿破仑法典呢 还是民法 西方的这个体系是有的千年传承的 民法的体系是有千年传承的 这个我记得我跟大家提到过 将来同学们如果去学法律 如果去在中国未来的立法工作 立法方面做努力的话 中国的民法典还差得远呢 我们还需要特别的 可能有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努力去完善它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是以刑法典为主的 以刑法典为主 这是有区别的 好 第一 拿破仑战争 除了民法典的这个成就之外 那么我们来看看 拿破仑战争 它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吧 你怎么去给它定性 历史啊 是比较怕这种很复杂的人的 我刚才提了 拿破仑战争 你不能说它在法国国境内就是正义的 一出国门就是非正义的 这不带这么辫子 那你需要记住 首先它的第一个性质 就拿破仑战争的第一个性质 是它的正义性 它的正义性应该从哪去解释啊 如果我说 为什么它是具有正义性的 它反对的是谁 是反法同盟 对吧 先别着急 不管它反的是不是封建势力 它反的是干涉法国内政的外国侵略者吧 这就具有正义性了 明白吗 那么它反的是封建国家为主的这种反法同盟吧 这个不仅是不是正义的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它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身份 去反对封建主义的干涉 这是一种什么 你叫它革命性 或者叫它进步性 明白吗 革命性或者进步性 因为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那刚才我们说 它对西班牙对意大利的那种占领 叫什么性啊 侵略性 侵略性可以对吧 对 侵略性是有的 那么它服务于什么呢 我们在这可以写上 它具有一定的侵略性 对吧 实际上侵略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具有争霸性 具有欧陆争霸的性质 这场战争同时具有正义性 革命性 进步性 侵略性 争霸性 实际上侵略的三个方面 五个关键词 能理解吗 这个争霸具体来说 法国要和谁争霸 法国要和英国争什么霸 法国跟英国争的是世界霸权 对吧 法国跟 普鲁士 奥地利 沙俄争的是什么霸权 欧洲霸权 或者欧陆霸权 要分清楚 把这个如果要能想清楚 对他的性质评价 这就全了 我只写了这么几个词在这 你要知道怎么去解释它 南部龙还给后世的历史学家 留下了一些 值得反思 值得研究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一位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叫做Tier 我上学的时候 这个人特别有名 因为他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是个反动文人 反正什么恶劣的词都往他身上拽 但是看了他写的法国革命的历史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历史学造诣实在是深不可测 他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到拿破仑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他说拿破仑 这拿破仑这个人生经历 告诫我们这些后人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 也绝不可以把国家的权力交付给一个人 能理解吗 他这话非常的明确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也不可以把国家的权力交付给一个人 换言之 他是怎样来分析拿破仑的失败的呢 拿破仑的胜利我们都能看得到 是吧 失败总是被人认为是个偶然 是个意外 或者是反发通通太强大 就全是找那些 外界的那个原因 但是拿破仑的失败根本原因在哪 不仅仅是那个侵略性 是因为拿破仑 他实际上发动的这个战争 已经超越了法国 法兰西民族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对吧 能理解这点吗 例如在侵略俄国的时候 他一年损失掉六十万精兵 这不是玩的呀 把法国的能 法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 他所能承受的战争极限 被拿破仑给突破了 你从一个点评的角度也可以这样说 法兰西的这个国力 综合国力 不足以跟拿破仑的军事天才相匹配 明白这意思吗 一个天才手里边没有兵了 但他又要按照天才的方式去打仗 那这个国家的基础就崩溃了 而这一点 就他的失败 并不意味着他军事指挥不灵 他仍然是被后世所最景仰的大将军 大元帅 可他就一个政治家 掌握了军事独裁权力之后 他用民族主义情绪把法兰西人全都给忽悠起来以后 实际上是带着他们走向灭亡 走向灭亡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把拿破仑基本上就评价到这 对于拿破仑战争 就是说这么多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咱就算了吧 这个我们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里非得把它编在这 那么当时拿到第一次拿到这套书的时候 一看吓傻了 我认识四十多 穆罕默德一百多阿里 就不知道谁是穆罕默德阿里 没见过这俩哥一半的 后来我发现这学问不行了 赶紧恶补 拼命的看书找资料 发现大概捋出一个顺序来 这是19世纪 19世纪中后期的一个埃及的改革 在埃及的一个近代化的一个创始人 但是这个人本身呢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 又有那种特向洋务运动上那种中体西用 哀体西用那种感觉 哀体西用 哀了半天 最后失败而告终 这个人在历史上 真的我想不出他为什么成为一个主要人物 后来我发现高考命题小组 站在我的一边 因为他们之前把这东西给杀了 这些东西两年就去年 10年跟今年 这考纲里都没有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比我强 你知道谁是穆罕默的阿里就行了 也不用在这再费太多的这种精力 好 那我们把前面的一个课说到这儿 昨天把昨天我发的题目拿出来 世界史这儿的单元练习呢 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一点 今天按照我们的原来的计划 我是要讲一些题目的 对吧 我今天会把 你拿到第一单元 古希腊罗马 第二单元 工业革命前的世界 我会把这两套题目当中的选择题 正点 则其正点 我要说一说 另外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说一点西城区的那个历史题 会说一点西城区的历史题 因为咱们这儿可能海军区的同学区多是吧 所以你们大概海军区那题自己也做了也讲了 西城区的那题咱们简单的说了 说两道 好 请大家一起来拿出这一套古希腊古罗马的题来 我不会都讲 我挑几道题来说 我都第一次做的时候提到过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点的做题量 要增加一些做题量 对吧 但是手里的题目仍然不够多不够好 所以凡是拿到一套题里 看着上面标注某个省 哪一年的第几题 这基本都是高考原题 或者你手里有五三啊 王后雄那种书啊 他里面可能会标明比如高考原题是什么 对高考原题一定要小心看它是哪个省区的 因为有的地方教材跟咱们不一样 他考的东西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 天津离咱们这很近 他的这个新课标 他的选修不是考一二四的 他只考两本 而且把第三本二十七战争与和平给考进去了 所以很多东西 他就各个省区省级单位 他的考的内容方法都不一样 就像考的内容基本一样 对于广东题和上海题 也请同学们理性对待 广东和上海这两个地方 以商业建长 应该说商人居多 脑子比较活 跟咱们北京这种 有时候有点木气沉沉的感觉 或者好了 我们很稳重的感觉相比呢 他们就很不稳重 他们老爱拽一点新花样出来 比如题目里边出几个英文单词啊 后来出一点什么小论文题啊 反正上海经常要考到一个小论文题 而且用一种叫做solo判卷法的 这个东西来判 我将来会找一个时间 跟同学们简单谈一谈 因为谁也不能断定 北京就一定不那么考 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你了解一下那种题的 这个结构和判卷的这个原则 对你答别的题也有好处 那以后的事 那你在看题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把高考的原题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其中比较好的题要做解析 我记得原来我讲过一次怎么去做解析 待会咱们做题的时候 咱们再一起看看 这道题在第一页里面 一到七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第一题基本上都看不见那图是吧 你大概知道 古希腊文明最早发源于克里特岛就行了 克里特岛知道就行了 那这种题呢 它比较适合做那个 就我们说在高考卷子当中的第十二题 就历史部分的第一道选择题 我们常说一种叫第十二题现象 对吧 它往往会考历史地理 给你一张地图 给你一张气温图 给你一张这种类似于跟地理相关的东西 让你知道从这开始地理题要过度向历史题了 所以对于历史地理的部分 这种考法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感觉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题 08年江苏 这道题如果同学们做了的话 你会发现 十二同标法开始古罗马制定严格的债务法规 对吧 注意啊 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 完善什么 这点他省略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逼语 对吧 完善了什么 你看这句子的表述 规定了制定了严格的债务法规并完善 对不对 完善了债务法规 对吗 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债务的法规 这表明罗马统治者怎么样 债务主要存在经济范畴之内吧 所以他有保护私产的意思 圈一肯定要选进去 对吧 圈四要不要选 力图缓和贵族和平民矛盾 你怎么能看出这个呢 哪句话或者这个提案中的什么 哪个意思说明他 定这些法规的主要调节对象是贵族和平民 你能导出来吗 如果不能 我们先放在这存疑 先放在这存疑 圈二要不要选 正是维护平民力 你能在这里面看得出这个答案来吗 好像也没有特别确证的感觉吧 圈三呢 被迫改善奴隶处境 更看不出来吧 好 这道题圈一是肯定要有的 那么 圈四 圈二 都是不能完全确认的 对吧 圈三 是更不能确认 几乎是可以 基本可以排除的 你在看答案 他给的四个选项 都是三项吧 换言之 在这道题里 只有一个圈是要被 剔除掉的 那么按照 刚才我们所说的程度来讲 优先剔除掉哪一个 圈三 优先剔除掉 被迫改善奴隶处境 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到 严格 债务法规 怎么严格的 我们不知道对吧 材料没有给 按照我们理解的十二同标法 十二同标法里是不是还有同胎复仇的意思呢 对吧 那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 按照这种对等的原则来讲 严格规范了债务法规 实际上不会是免除债务 不会是梭伦的解副令吧 梭伦的解副令是不能跟这个相提经文的 对不对 那另外一回事 那么如果严格债务法规 他优先保护的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 你得理解 债权人是往出借的还是往进借的 债权人 我是你的债权人 是我借钱给你 对吧 你欠钱给我 你是我的债务人 对不对 严格债务法规 首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对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应该优先把 这个 我就把这圈三肯定得排除掉了吧 奴隶首先他在负债当中往往并非负债主体 因为他是财富的一部分 他本身不是 就不能当做人来看待的 对不对 好 如果把他排除了 一二四是可以选出来的 但是这里边请你注意 即便是高考题 二和四从材料当中并不能直接找到证据 所以这道题严格说不是一道好题 我个人这样认为 严格说不是一道好题 有的时候文科的老师出题 容易有一种典型的文科思维 就是想当然 你们在咱们做过的一些题里可能看的很多 对吧 他直接就说某某人的 某某古人的什么什么想法 最什么怎么样 应该是什么 他告诉你了 他这么干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都是你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出来的 他说那个人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是谁 说这个有的时候太主观了 并不行 这道题大家简单了解就行了 十一题 08年海南历史 注意啊 罗马法规定 贷款月息不得超过贷款额的百分之一 超过此限额者 应以四倍于所得利息的罚款 也就是他规定了利息的上限 对吧 好 你看看这表明什么 这道题能表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吗 实际上国家如果可以对某个公民实行罚款的话 那么他说又根据法律是可以侵犯你的私有财产的吧 对不对 你的经济行为是被国家处以罚款的 而占有不仁与债权人关系紧张能看得出来吗 也不能是吧 那C和D你怎么排除 你先告诉我 你觉得选谁合适 这四地 有一种选C的是吧 好 为什么选D不选C 为什么选D不选C 大家想 C说的是什么呀 别着急 C说的是高利贷 问题严重是吧 给人的感觉多对呀 你看国家用立法的方式规定低利是不是 百分之一的利息不能超过 超过要罚款的 那一定反证出来是高利贷很严重是吧 好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高利贷 同学们知道什么叫高利贷吗 你知道今天你上银行存款 他给你的利息是多少吗 你一年定期来算是百分之二点多是吧 如果再好一点可能百分之三点多对吧 那你再给银行放高利贷吗 请大家记住 高利贷在中国 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 就什么叫高利贷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 王安石变法里的青鸟法 青鸟法是打击高利贷的 对不对 他说明他本身是一种低利贷 对吧 他的利是多少 百分之二十 同志 王安石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 要是低利贷 所以这简直低的就没边了 这跟国际主义战是差不多的 这个并不能反衬高利贷 不要想当然 不要说这条题 说的是利率问题 是惩罚高利 所以高利贷就问题很严重 你太聪明了 知道吗 你从提干走得太远了 你现在回头再看四弟 是多么完美的一个表述 四弟一句话 一个字都没多说 对不对 运用法律调节借贷关系 养成一种习惯 这种答案最像是对的 说的不温不火 一点都不给力 你看这四弟多给力 你弄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一定要如果说 兔米星的横见 你能说上一多钟头 对不对 那你看四弟 怎么说怎么没劲是吧 但是没劲的答案 它恰恰是这个提干中材料 原封不动的这种解说 明白吗 在这种题里面 特别是C和D两种答案 都有的时候 请你要小心 遵守提干中材料 所给你的范围 一步都不要多想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一步都不要多想 那意思就是说 完全根据材料来做 包括后面做大题的时候 如果提干要求你 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那么就意味着材料的 就是答案当中的 所有的这种彩分点 都在材料里 如果他要求你答材料外的 他会要求你什么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 而在选择题里边 那种材料通常情况下 它是直接就是根据材料来答的 材料在高考题 在考试题当中的地位相当于什么 不管给的是原文 还是给的那种解说过的材料 它的地位相当于课本的大字部分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你会理解这种高考题 他出的这个样子是不一样的 他要求你的境界可能会更高 他可以用给材料的方式 考课外知识 那你相信应该能够放心是 所有的这些看似课外的东西 最终都会回归到课本上去 请不吝点赞